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环球追踪 早晨 我是谢美琪 跟大家先跟进外围方面隔晚的情况 前提纽约股市是先跌后反弹 三大指数都终止了过去五个假日的跌势 道指开市的时候跌势是持续的 最多跌168点 低见17471点 但之后逐步修复失敌 升最多超过100点 收市的时候升幅为收窄 去到92点 报在1773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升了6点 收报在2077点 纳资特克综合指数 在三个指数升幅当中最少 升了9点 最新报在4844点 至于在美国买卖的港股余托证券 较本港收市比较普遍上升 汇控升了超过2% 中移动升超过1% 至于中联通和中人寿升幅都不超过1% 至于中海油以及中石油升幅不超过0.5% 至于中石化升幅较多超过1% 欧洲方面的情况 英零银行维持利率不变 并且重新英国脱欧的风险 欧洲央行亦都表示 一旦英国退出欧盟 或者会为欧元区的经济增添下行的风险 欧洲主要股市是下跌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了16点 收报5950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跌56点 最新报9550点 至于巴黎CAT指数跌18点 收报在4153点 接着跟进商品方面的情况 原有价格跌超过3% 去到一个月来的最低 而下跌的主因是受到美元回价上升 以及市场担心全球经济增长会放慢所影响 纽约旗油以每桶46.21美元收市 跌了1.8美元 跌幅是近3.8% 是4月初以来最大的跌幅 至于伦敦布兰特旗油 收报在47.19美元一桶 跌了1.78美元 跌幅是3.6% 而过去的6个加日 看到纽约旗油 累跌是挨近一成的了 黄金方面的情况 就是有资金去到流入金市避险 看到买盘是增加的 推高了金价方面的情况 至于约旗金收报是1,296.1美元 升了10.3美元 而金价在今个月以来已经累升了6% 再看汇市方面的情况 焦点仍然在英国 国会的议员预袭身亡的消息 令到市场揣测 英国国民可能会赞成国家继续留在欧盟 而英镑是受到支持 对美元方面 看到最新是收服失地 最高上过去1.421 看到最对美元最新报是1.4276 再看美元对港元 最新报是7.7588 1元104.7 欧元1.1266 瑞士法郎报0.9649 加元1.2914 欧元0.7386 樓元0.7056 最后看美国国库债券情况 10年期债券最新报1.59厘 30年期债券报2.41厘 好了 数据先跟进到这里 以下的时间交给你了 Chase 谢谢阿Mak 这一节嘉宾请来Stanley 和我们跟进外围市况 Stanley 早上 Stanley 刚才阿Mak也有说到 外围的避险情绪稍微舒缓了 主要是因为英国那边 支持留欧的议员预责心亡之后 市场评估脱欧阵炎的气势可能会被削弱 英镑在大约对1.42美元水平的位置止跌回稳 美国10年期债息0.7基点都升回 0.7基点補1.500厘 日元都是由高位稍微回回 反映市场初步都相信脱欧形势有转机 之前很明显支持脱欧阵营领先了 是的 没错 你觉得这件事是不是都的确扭转了形势 如果你看很多政治事件 假设出现一些人伤亡的情况 的确是会牵动一些市民的情绪 如果基本上有这些事发生 大家可能会不开心之余 都会再想一想 究竟是留欧或脱欧 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甚至你可以说 假设有很大部分的人 可能本身仍然是游离票 都未有一个很确切的方向 可能会有一些同情票出来 基本上见到你那边可能说 那么惨 又会有这些同情票 可能会帮忙 但是你看这一次的情况 因为基本上 现在里面的赞成和反对 基本上都是50-50 所以游离票的着状 可以说是比较关键的 但是暂时来说 你可以说 可能因为这件事件 导致现在流欧的阵营 可能得票可能会多一些 但是也不要忘记 距离下星期公投的时间 都还有一个星期左右 这个星期可能会有很多事 会发生 大家都不知道 会不会再有突发性的事件出现 大家都是 真的 都还要再看这件事 看那个发展 所以你只可以说 在这个星期的时间里面 可能会市也好 金市也好 甚至乎 股票市场也好 那个波动是会很大 就是会持续地放大 但是究竟对中国结果是 出来是怎样呢 这个真的要再等到 我想下星期的时间 或者说的是 未来这几天的时间 有没有一些 进展 才会知道 情况是怎样行 英国那边发生 一件禁愉快的事件 结果反而令到 所有的避险情绪 稍为舒缓了 是的 道指早段曾经是 坐168点 但是舒缓了 所以收市的时间 反而是倒升的 报了17733点 看到港股方面 都跟随外围的走势 英国上日跌超过400点 之后 今天在竞价时段 提升205点 报20244点 升幅1% Stanley 看回后市方面 美股是否会继续 主要受到 英国脱不脱钩的消息 所困扰 都会是 我想都不要说美股 基本上 你可以说是 全球的投资市场 都会留意着 英国公投这一件事件 不过又这么说 因为其实今年来说 对于美国都 挺特别的 又有这个 叫做大选年 通常大选年的话 那边又不会太过差 而且你说 现在又好像 又会 大家又觉得 联储局方面 又不会加息 虽然我依然觉得 在7月份会加息 但是 看看情况 如何走下去 但是至少 这一阵的时间 似乎 形势又好像 好一些 有一旦又正常 但是 都要那句 今天不知道 明天是 明天出来 是什么的景况 怎样都好 大家都要密切 关注这件事 的发展 继续留意着 英国的事件 没错 和Stanley聊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会有开市感浪的环节 待会再和大家见 好